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五官处7月28号晚在曼谷香格里拉酒店举行八一建军节招待会 隆重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7周年 泰国书面院大臣贴帕拉公亲王 前副总理彭贴 前副总理苏拉杰 前副总理披尼 前国会主席颇亲 前第一副议长苏拉猜等泰政界高层 前国防部长玉塔萨 泰警察总署代理总监瓦查拉彭警商将 泰国最高司令班亚利上将 泰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苏拉彭上将等泰军警高级将领 政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 潮州会馆主席蔡汉强 泰国中华总商会副主席陈振志 促进中国和平统一总会会长王志民 联合国副秘书长兼亚太经济社会执行秘书阿赫塔尔 及驻泰使馆和五官团成员 驻泰中资机构代表 华人华侨及留学生代表等 650余人应要参加当晚的招待会 泰维护和平与秩序委员会主席兼泰陆军司令八月上将 送来花篮 并委托陆军副参谋长拆扎伦中将 作为其代表专程前来祝贺 当晚的招待会气氛热烈友好 现场以视频图片展等形式 展示了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军队现代化建设 以及中泰两国友好合作关系 所取得的成就 与会来宾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7周年 及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 为中国军队正朝着伟大的强军目标 奋勇前进 努力实现强国梦 强军梦表示钦佩 对中国军队为推进和谐世界建设 维护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表示赞赏 同时祝愿中泰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及两军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入发展 对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